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次他被关到了外岛绿岛的监狱里头 这一下插翅南飞了吧 但没想到他居然照样给你男扮女装给跑了 而且还跑回台湾之后更过分的是 他还打电话回到了绿岛监狱去嘲笑预警 你们多会看 他是看到让我跑掉了 还有一次更夸张 他被关进了台北看守所 那栋传说当中滴水不漏的平山社 看你怎么跑 居然他靠着花生汤的罐头 棉被跟一个窗框 照样跑掉了 我想说跑过 跑不过的话我也跑一跑掉 好意思 没关系 我也讲了 我们专门挑那一班的 因为他们平常对我们 好像有点那种味道 就是好像 在我感觉上还要欺负我们这样 所以说我就挑那一班才跑 起开起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没有个监署可以关注住他 高招的围墙上面这一道痕迹 是台北看守所最难堪的印记 而留下痕迹的这天 民国83年8月28日 也成了看守所的锁齿日 故事就从这边讲起 当年习开起 张荣兰跟蔡正凤三个人 是被关在哪里呢 是进入到设房之外后 再进入到另一个小房间 叫做特别的房舍 特别监近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进入第一道大门 第二道关卡 进入他那边要三道 到了那个特别的监所的时候 又有两道手 门口进去之后就是一个班长 坐在那里管着他们 然后再要看 要带他们出来去 所谓的这个开庭的时候 要再开一道锁 所以是重重的关卡 台北看守所平三社 关的都是重大罪犯 因此重庄警力 24小时见户 还有好几道锁 一层又一层的关卡 接锁人员丝毫不敢大意 尤其里头还关了它 已经有多次越狱纪录的 脱逃大王徐开喜 他脱逃是要展现他的成就感 我冠牙族了 你们把我买掉 我就有办法出去 所以他大概在前台湾 陆陆续续的被关的过程当中 有总共有八次被冰 脱逃成功 那徐开喜最有名最重要是 他组珠宝大道集团 专门抢营楼 那因为常常被关 那脑筋人灵光 就会想办法 不是用迷昏的 不然这是用戒体的方式脱逃 那么最经典的意思 就是绿岛监疫 人在绿岛怎么逃呢 所以当时他就 用一些方法 打扮成怎么样 化妆 玉容 打扮成一个女孩子 越玉对他来说 一点也不困难 备妥假发女性衣物 男扮女装成功返台 还不忘打电话去消遣越方 对徐开喜而言 监狱要进就进 要出就出 这回被关进台北看守所 似乎一入狱眼睛一眨 他的脱逃计划就在脑海展开了 看守所那一次呢 他们三个人用了一瓶的 所谓的花枕汤 类似八宝洲那样子 然后就请这一个 进入那个客户看守所 客户的防射里面 坐在灌的班上 喝一瓶的他说 哎 这个 我们厚礼仨买去吃 结果吃完之后呢 那个班长就晕倒了 徐开喜连同育友 占龙兰还有蔡振凤 谎称有事情要报告 苦苦哀求索方人员开门 还给了对方一瓶花生汤 而管理员这一喝 竟然晕了过去 另一名管理员 和前来巡防的索方人员 也通通都被他们制服 手热住我的脖子 另外用一个美红刀 夹使我进去那个 占龙兰的班内 然后那时候 占龙兰不知道往哪边 找来一条电线 把我分担起来 拿了管理员身上的钥匙 手铐脚镣解开之后 连开了三道铁门 此刻的他们 又离自由的空气 更进一步了 他竟然把里面的 设坊里面的棉被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呢 又敲开那扇门 那个看守所完之后 隔了大概50公尺 就有一个围墙 这道围墙 大概有一米到一米半 这样关了 上面还有铁丝网 一圈一圈的铁丝网 好 翻过这个墙 翻过铁丝网 跳下去 就是哪里呢 就是金城路 马大马路就在那里 窗户棉被变成了梯子 准备翻墙 他们的越狱计划即将成功 不过还有最后一道防线 高压险缺 竟然拿着棉被 裹着那个东西 然后架上去 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把它架上去 架上去之后 用棉被滚着那铁丝网 就跳下去 金城路 这一刻代表的是 他们自由了 三人接着拆下 房舍的木头窗户 连成梯子 由犯人蔡正凤 换上管理员制服 由最近的第四港哨逃脱 一月而下三人逃之夭夭 震惊整个社会 震荡这时 无论是媒体记者或是警方 都想知道他们的下落 徐开喜竟然大喇喇的 接受媒体采访 当时任职时报周刊的 资深媒体人葛树仁 透过朋友牵线专访徐开喜 不知道该怎么办 车上带了一个 全国在通气的药犯 因为那段时间警车很多 大家都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常常看你看那个警车从前面 从你前面开过来 都觉得说完了 大概被发现要被抓了 你都很担心是不是被发现的 这人可是全国的通气要犯哪 选在台北市的一间酒店 坐定位后开始采访 但徐开喜掏出了一把枪 访问过程胆战心惊 有些敏感问题要碰触 他会比较不愿意谈 那因为你不熟 所以当他不愿意讲话的时候 你就认为他在生气 枪还摆在你的前面 我都害怕说他突然想不开 枪拿起来一扣 我就没有了 我要回家赶搞 他酒性正浓 他的朋友又到处打电话 打给蔡真凤 打给张龙来说 赶快过来一起接受采访 我来到你 我来到你 什么 你来说 叫小姐跟他讲 讲完弟子之后就讲 不然你过来喝一只乌龙地 这是他的暗号 喝杯乌龙茶让行踪曝了光 这通电话被警方监听到 立刻展开围捕 结果进来就拿着枪 每一个人就冲进来 就喊不许动 我还以为是张龙男他们来的 我还跟徐开卿讲说 不要演了啦 够了啦 我们摄影已经拍够了啦 他说我也不认识 徐开卿的九天逃亡生涯 就这么结束了 对着镜头眨眼睛 仿佛是种宣誓 要进监狱他就进 要逃出来他就能逃 我会讲的 我们专门挑那一班人 因为他们平常对我们 好像有点那种味道啦 就是啊 好像在我感觉上好像在欺负我们这样 所以说我就挑那一班才跑 刷刷很多抽一抽十几个刷刷很容易很简单 平常在楼下十个汤 楼上十个汤 很容易凑 是临时绑的啦 绝对没有说提前绑或者什么 那花生药是本来就准备好的吗 花生药是我们平常在喝的啦 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了 那后面我们才放那个安眠药水 侃侃而谈如何脱逃 45岁的他人生几乎都在监狱中度过 徐开喜是眷村小孩 家境并不富裕 靠着偷窃过生活 被抓又逃跑 逃跑了再被抓回去 不停循环 平常在讲是独一口气 他们以为我们很老了 大概没办法这样 我想说跑过 跑不过的话我也跑一跑这样 好意思的 人家也不敢去 这次落网徐开喜坐牢十二年 不过假释出一之后 仍然恶性不改 现年六十岁的徐开喜 仍称珠宝大道 也叫他越狱大王 因为他曾经八次越狱 去年十月初狱之后 半年内犯下至少八件强盗案 锁定营楼豪宅下手 这回被戴 眼神不如以往自信 他瘦了也更憔悴了 重获自由一年的时间 徐开喜又进到监牢 还犯了多少案件 怎么说 怎么又犯案了呢 没有犯案 而这次落网徐开喜六十岁 人生有三分之二都在监牢里度过 现在徐开喜不逃了 他也不跑了 起开喜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没有个监署可以关注住他 这句话我们当时听的时候觉得 里面糟糕了 但是从那一次土人看守所之后 那么接受我们访问 然后进去没多久 他又出来了 我们才恍然大悟 他讲的是真的 这样子的人生好玩吗 很累的 所以果然就像他讲的 他真的不会再逃了 这个监署是他的家了 刚刚在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给他一座衫 我们全世界的警察 没人抓得到他 穿衫甲 我们看到的时候 就是会捡起来 对不对 捡起来就像 他就是把抱着头捡起来 一直跌下去 然后人们见 大家就说 他真的是跟穿衫甲 上千名警力大动作 又是风筛 又是出动直升机 那个警用直升机 就是那时候的空警队 你可以飞在那边 然后警察摊降下来 然后甚至还想到说 把越野车一起放下来 从那一次就所谓的 我们叫3D率子加上千下地 就是为了要逮人 每每跟他交手 总是让警方挥头痛脸 而这一套头痛人物 就是他 詹龙兰 一提起这三个人 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丢脸 大家都不想提起这三个字 詹龙兰这三个字 那时候警察真的都觉得 自己很丢脸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明明我都知道他在哪里 我明明都知道不到 绰号穿衫甲的詹龙兰 熟知野外求生 詹龙兰为什么之所以 称为穿衫甲的外号 就是这个时候起来 因为他们发觉说 其实明明前面就是 很高的山沟 五六层头高 或七八层头高 一个大斜坡 警察又不敢跳 但詹龙兰就敢跳 他一跳下去就说 滚滚滚滚滚滚 然后人就不见了 然后人就不见了 然后随后可能 就出现在对岸的山口 抓他 南上迦南 就让警方一想到 就颜面无光 逃亡这么久 你现在回到台湾 你自己有什么感想 还会想逃吗 不逃了 也不跑了 被判处无奇徒刑 在外漂泊逃亡 曾经凶狠 但心中仍然牵挂 台南东山老家的父母 他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他不要死在外地 他不要死在外地 他再怎么样都要回来 他最后一次跟警方 在对谈的时候 他一直跟警 他感谢警察说 谢检任帮我带回来 他说我宁愿死 我都要死在我的家乡 对 不要死在异乡 我都要死在这里 他死在这块 祝福 有时再iable 我都要死在这块 我都要死在我 那辈子 不如是 为网守 来 如果给你 我能死在这里 你很正常的